小蒋说前段时间他在杭州 萧山金基路这家米兰美容美发店剪头发 店员说花3000块钱办理会员卡 可以免费体验面部清洁 他当时就充了钱 6月10号小蒋想着自己支付理发的费用之后 卡里还剩2000多块钱 便带着朋友小陈一起去消费 当时两人分别在两个小房间 就是上楼服务的过程中 说我背部就是需要排毒 给我按警部的时候 他说我颈椎什么不好 这边有个淋巴结 然后后来说脖子这里有扁平柚 他说会传染有两个给我点掉 说这个什么扁平柚 就跟我朋友一样 就50块钱一个 说的挺严重的 对他说不搞的话 就医院也搞不了 他就说我们我这个 就是这边有很多毛嘛 然后他说毛囊员嘛 就脱毛脱掉的话好一点 他们原价是2000多 然后现在活动价是600多 我听感觉还行可以接受吧 然后他没有说能不能卡扣这个事 他一开始没说能不能卡扣 后来说要现金付 他说他规定了 就是不能卡扣 做完做完之后 他也没经我同意 他说拆了个子竹套盒 要4000块钱 记者咨询了专业医生 医生表示扁平柚具有一定传染性 肉眼能够看得出来 不过要确诊的话 还是需要专业的系统检查 而治疗方案也需要根据检查结果 来进行专业判断 对于08节节病 则需要专业的仪器检查 肉眼看是很难判断的 而毛囊员 医生认为问题不大的时候 涂一点要高就好 没必要脱毛 小蒋和小陈说 当时店员也没有向他们出示价目表 那不是扁平柚是什么 扁平柚是什么 你跟我讲什么 那我们就跟你 扁平柚是什么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扁平柚是扁平柚不点 那你怎么告诉他们的呢 我就是那样的 用我的追业的数据告诉他们的呀 如果说是来解决问题 我们就讲问题 你不要扯这扯啦 你们有没有给他出示过账 那你觉得会没有吗 今天满18岁吗 我们哪位 你满18岁 如果说都不知道价格的话 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摆垃圾的单 就最简单就好比我出去去消费 我画价格来了 我去点个东西吃饭 不是 你们这没有的项目 为什么跟我进来 谁跟你讲过 没有这个项目 这个这个项目 那你们都没光看 我怎么做这个项目 我这个搞不懂的 你都不知道这个项目 那是你洗的服务法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人家那你从18楼下来 你会跳吧 自己做的 小蒋说 他问店员要过价目表 当时店员在微信上 发给了他一份 但里面压根就没有他做的 去扁平油 零八节 紫竹套盒这些项目 负责人这边拿出了一本价目表 说可以看 但不能拍 这本价目表上有标明 去扁平油 紫竹套盒这些项目和价格 有一些项目不能使用 会员卡里的钱来付款 其中就包含 小蒋和小陈所做的几个项目 以上项目不可参加会员卡 打折消费请另外付现金 那为什么不能参加 而且第一次办法的是 公司规定的 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会员 因为他那种本来 因为既然他交了钱 会员卡拿钱也设限 另外付的钱也设限 第一个会员卡 他的会员卡要打折卡 第二 他的50块钱一刻 不打折卡 所以他会有空 你当时有看到过这个吗 没有 那你会跟那个消费者出事吗 一定会出事 现在就在做之前出事 还是 那为什么拍给他的这个账目表 跟这个账目表不一样呢 我们有一个他是这个本质 还有一个就是iPad iPad跟这上面是一样的 我知道 就是你们的 从账款你们 随着要那个账目表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我们工作人员的 小蒋觉得店家做之前不说清楚 做完才告诉他 不能用会员卡里的钱 这是在套路他们 当时沟通的时候 店家给过他们一个解决方案 充3000块钱 然后今天消费过免 不但要现金付这个钱 如果现金付要多少钱 他说至少1000多 如果不卡扣的话 要付1700 然后他就让我充个3500 然后给我办个4.5折 然后再付600块钱就行了 然后开始说充3500 这个又说不行 什么超充一半的预算 不行 必须要最少充4000块钱 就这样小蒋和小陈两人 又一起充了6500块钱 算上之前卡里还剩了2000多块钱 目前总共有8500块钱 没有消费 现在他们觉得 竟然有这么多项目 都不能用会员卡消费 那会员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希望把卡里的钱退掉 负责人表示他们可以和小蒋小陈协商退款 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杭州 萧山北干市场监管所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收到了小蒋的投诉 这里面涉及到预付式消费 明码标价 经营范围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会对情况进行调查 发现有涉及到商务 卫生等部门管理的问题时 也会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